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你有听过凯尔特神话吗 如果你没有听过 那总有听过 亚瑟王 石中剑或者梅林了吧 但是你也知道吗 亚瑟王会衰败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逼迫姐姐发生关系 然后自己最信任的下属 还背叛了自己 还有德高望重的大魔法师梅林 到底是大法师还是骗子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 亚瑟王的完整故事 老王会用最有趣的说法 让你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哦 关于亚瑟王就要说到他老爸乌瑟 乌瑟是五世纪不列颠倒的一个军阀 五世纪的时候 其实很像我们的三国时期 法律根本无法约束 处处都是战场 你可以随时随地对其他人展开杀戮 并且抢夺他的盔甲甚至是钱财 现在大家应该无法想象 因为我们就算玩游戏 要拿个神装也是得要用抽的 根本就是比钱多而已 在当时根本就不用 是用力量来决定一切 那个时候各路诸侯打来打去 亚瑟他爸乌瑟 他看上了一个小国的贵族夫人 大喊了一声 人妻我可以 就把那个国家打了下来成为了国王 乌瑟想要让这个贵族夫人成为自己的王后 可是说到底 人家还是有老公的嘛 那可怎么办呢 于是乌瑟找来了 堪比诸葛孔明的大法师 梅林 梅林是一个负责在军队中帮忙出谋画策的军师 还是一个神话等级的变形魔法师 可以把人变成各式各样的人 甚至是魔物 梅林这时候摇摇头说 哎呦 乌瑟 真是受不了你 嘴巴上说着 可是呢 手却非常诚实地使出变身术 将乌瑟王易隆成贵族夫人的老公 终于乌瑟王取得了美娇娘 并且轰轰烈烈的来了一场床战 三个月后乌瑟又跑去找梅林说 梅林啊 怎么办 我老婆今晚要生了 梅林踏实一惊说 啊 怎么那么快 乌瑟露出一个见笑说 夫人说我天生神力啊 乌瑟接着又说 可是我才登基没多久 大家知道我有小孩 一定会去找我小孩的麻烦了 你可以帮我带去外面顾着吗 梅林拿着手上早已收拾好的包袱说着 我的国王 我怎么可以背弃你 我不舍得离开你啦 但是您的命令我也只能照办啦 我的国王再见啦 当晚小孩生出来以后 命名为亚瑟 于是梅林抱着亚瑟 终于离开了昏君乌瑟 梅林在森林中细心指导亚瑟 教他怎么成为一个好国王 教他做人处事的道理 甚至还教亚瑟怎么样训练宠物 让宠物变成自己最好的伙伴 也因此让亚瑟得到了怜悯之心 直到万物皆有灵 某一天乌瑟王驾崩了 由于没有只是全国乱成一团 在这个时候梅林赶了回去 并且在伦敦的一颗大石头上插了一把剑 对着大家说 主要可以成功拔起这把剑 谁就能成为国王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 当然是有主角光环的亚瑟拔起了剑 并且成为了国王 但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梅林社的局 亚瑟正式登基成为了国王 梅林则成为了丞相 管理着国家大小事 因为亚瑟还小 什么事情都只能问梅林 梅林也总算不用再去听从任何人的话 只要想做就能去做 亚瑟也管不了 虽然说梅林好像曹操一样携天子令诸侯 但是实际上梅林可是做了非常多有意义的事情 例如他建立了公平自由交易系统 只要你有盔甲都能拿到市集上面去买卖 虽然有些商人会利用市集炒作装备 原本299的钢盔硬是炒作成2999 只因为他加了两个字温创 但是至少让整个市场行情变得非常透明 商人跟材料商也都能轻松买卖跟交易 这如果换在现代游戏也根本不可能 因为现代游戏你就算要刷交易系统 还要给元宝一点都不自由 梅林还建立了赏金制度 因为就如同刚开始所说的一样 当年真的太乱了 四处都有盗贼会抢人装备 盗贼很像以前我们玩游戏 会遇到野怪或者BOSS 会在当地四处捣乱 赏金制度就是让人们揪团去打BOSS 这个制度特别的地方就在于 你打了盗贼现场所有的东西都归你 你还能拿着手机回来领赏金 有时候还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装备 所以人们都非常喜欢这种赏金制度 是不是超级像游戏的 可惜的是 现在真的大多数游戏都找不到这种热血了 两年后 国家在亚瑟与梅林的治理下 蒸蒸日上 亚瑟看着窗外的风景想着 该攻城了 我也想要名利送收 掌握穗金取得政治权利 于是跟梅林讨论后 创立了圆桌五十制度 圆桌五十制度就是 只要大家坐在这张圆桌上面 就不分王或者是骑士 换作现代主管或老板 在会议室都会说 来大家尽量发言 有什么都能说 结果都没人敢讲话 因为主管跟老板最会记仇了 嘴巴上说不会 心里却很不舒服 但是一千五百万年前的亚瑟王却绊道了 他着急了有进城暴击攻击的展示 远程攻击辅助的游侠 赞成快攻的刺客 还有协助团队平衡的法师 法师还是由梅林亲自调教训练的 不只懂天文更懂地理 这样的队伍一起在圆桌上商讨各种大事 还有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老王觉得超棒的 我们圆桌五十 永远不暴怒 不背叛 不残忍 绝不胁迫女性 并且总是给女性协助 看是不是超棒的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最辛苦的 不只是有每个月的大姨妈 还有结婚后的婆媳问题 怀孕后还得要受孕吐之苦跟怀胎之类 所以圆桌五十的这些规定 我觉得非常绅士 女性优先呢 我认为也是源自于亚瑟王 因为这样的规定与制度 无论是一百人的地方站 或者是六百人的城堡站 亚瑟王军队全部都站 无不正功无不可 每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当地的人民也无不爱戴亚瑟王 都认为他是一个好国王 有时候我真的会幻想自己 我自己穿越到中古时期参与这种战斗 让自己的国家也成为一个好国家 但这种场面 现在连游戏中也看不到 都是挂机打来打去 好景不长啊 在某一次打仗的时候 始终界竟然断了 这是天命还是运气 原因是因为呢 亚瑟王违反了圆桌五十的规定 他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发生了关系哦 还被自己的王后给看到 王后直接气到一个离家出走 这时候该亚瑟紧张了 亚瑟跑去问梅林 剑断了怎么办 人名都不信任我了 梅林带着亚瑟去市集收集了各种材料 有宝石 有黄金 有剑饼 甚至用了阿瓦龙的精灵铁 教亚瑟如何通过收集材料 打造更高级的装备道具 梅林告诉亚瑟 你把石中剑丢到水里面 我找人扮演女神给你这把剑 这样宿兵就会欢呼说 你是我们的王 亚瑟王照办 并且取得了艾卡斯卡利八 也就是传说中的王者之剑 梅林跟亚瑟说 所有人都看到了王者之剑 如果剑校丢弃 代表你也输去了明星 千万不能弄丢了 拿着剑的亚瑟 开心的走回了家 看了看自己设立的原作武士排行榜 原作武士排行榜 会根据你的实力来分辨你是第几名 有点像我们在学校会依照成绩来排名 排行榜代表的不只是实力 还是荣耀 看完后回到房间 亚瑟却发现 自己原作武士排行榜最强的 蓝斯洛特竟然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 他跑去房间你们看 看到房间内躺着 是没有穿衣服的王后 气到不行的亚瑟下力将蓝斯洛特带回来 但是蓝斯洛特毕竟是最强的原作武士 轻松就把所有的四个给击毙 并且带走了一票原作武士 离开了不列颠到法兰克致力为王 通常人都是这样 像我们玩游戏 只要稍有野心的人 一定会组织团队创立工会 这不怪任何人毕竟在那年代 荣耀胜过一切 不过亚瑟王毕竟不是他霸污瑟王嘛 不可能绿帽戴了还说一句 因为我天生神力啊 于是指派了自己跟姐姐生的乱伦之子 莫德雷德成为代理人 并远征蓝斯洛特来报绿帽之仇啊 但是前脚才刚出不列颠 后脚乱伦之子莫德雷德就直接宣布篡位 占领了伦敦成为伟王 亚瑟王这时候也只能返回不列颠 攻打莫德雷德 亚瑟王将剑绍拔出交给了最信任的手下 开始跟莫德雷德在城堡底下决战 但是在那个时期 任何信任都只是昙花一现 手下把剑绍交给了亚瑟王同富一母的姐姐 她姐姐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把剑绍丢进了湖底 顿时亚瑟王失去了民心 失去了民心的亚瑟 也被莫德雷德打成了重伤 但是在危机的时刻 砍了莫德雷德一刀 莫德雷德毕命 最终亚瑟王在弃绝之前 命令最后一个原作武士 贝德维尔将剑丢在湖中 就这样抱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认为亚瑟王的故事 想要传递的精神是 对女性又保持绅士 并且再好的朋友还是可能背叛你 也告诉了我们千万不要搞外遇 否则会死得很惨 如果你是亚瑟王你会怎么做呢 你可能很难幻想得出来 因为在现代根本不可能办得到这些事情 不过最新出来一款游戏 突破韩国百万次下载的王国Kingdom 拥有No.1的开放式PVP世界 如果你想要体验真正的无规则杀戮 打怪喷宝 杀人夺装 炒卖装备 以及无阶段复仇 那么千万不能错过这款 没有规则只有力量的杀戮 MNO王国Kingdom 在这里玩游戏不用靠抽装 靠力量来证明一切 你可以随便变身 遨游全世界 还可以打造神武 不需要卖胜 你还可以在任何区域攻击别人 别人倒了会喷装 你可以马上捡来用 你的装备不用用抽的 只要你组队去打野怪 就会喷神装 想要买卖 有公平自由交易系统 让你炒卖装备 一夜支付 你可以不用用成绩来取得全校第一 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 来取得全服第一 还有上百人的城堡战 与地方战 让你感受中古市集的热血 你或许会觉得亚瑟王很废 但你敢不敢去王国 看看自己废不废 去收集属于自己的冤作武士 带领战士游侠刺客 法师共下一座一座的城池 打下自己的一片天 目前双平台火热预约中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留言处有预约连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要听的题材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 之前预约就送西游宠物 台湾黑熊